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想吃点什么 我给你买些 你们想吃什么买什么呗 甭管我 我也不是啥大人 那你一会儿陪我买菜去吧 回去了 妈 对了 那个 我前几天啊 看了出房子 离你们公司挺近的 那天我带你去看 那咱不住你妈这儿了 这边一会儿老一会儿小的 跟这边挤着干嘛 我知道为什么 走吧 咱们买菜去 你怎么不追问我呀 我追问你什么呀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咱们住在这儿 行 我觉得买条鱼吧 买条鱼 买条鱼 比较好的胜利比较好了吧 你是不是把我住在冯雪对门盯着你 这样你不方便去找他了 张晓山 我离婚了 是因为你离的 这你都知道 这我知道 那我不就是想 你拉着我一起去买菜 手拉手一起回家 有说有笑的 碰见他了 当着我的面祝福他 祝福他 也能有像我们这样的幸福生活 跟你开玩笑的 你还当真了 我有那么不善良吗 风雪不管对我怎么样 我内心是真的特别希望他幸福 好吧 雪儿啊 我有几句闲话想 问问你 你别生气啊 那戴宁儿是不是追求你呢 怎么可能呢 人家比我小小几岁呢 那怎么不可能呢 现在不都流行那个姐弟恋吗 人都没结过婚 怎么可能呢 那没有最好了 那他要是真追求你啊 我觉得你还真没必要考虑 他那人不靠谱 你忘了当初 你把他介绍给我妹妹的时候 你把我妹妹害成什么样啊 差点投何自尽了 现在还淡着呢 我觉得这戴宁儿啊 他就是一情场高手 他才是那爱情恐怖分子 大嫂这事都过去多久了 您还记得呢 再说当初我也跟您说过 但您跟您妹妹根本就不合适 对吧 不是 我那个合同您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我得赶紧上班了好吗 好 那我进来您换衣服 哎 哎哎 老伯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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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婚啊 笑一个笑一个啊 笑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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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问妈吧 你们给大家别怕得了 啊怎么了 哎呦 妈 哎呦你可回来了 我们俩这哄半天了 一直哭 给我身后快快给我 给我 哎呦 看看 哎怎么啦老子你哭啊 哎呦 这孩子发烧了 哎呀 真的 我怎么没发现呢 赶紧上医院吧 别老去医院 一点也不能老去 就是 妈有经验 吃妈就行了 吃点药没啥 这么点小孩不能乱吃呀 还是得上医院 哎 那个正好你大嫂在对面了 今儿开车了 你快去换衣服啊 咱们带宝儿上医院 不用不用 老三小时候老发烧 也不老去医院了 小孩哪有不生病的呢 不能老去医院 孩子底科目都弄没了 来 弄点水 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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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水 我说喝点水了 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跟我解释 下午你没跟我来电话 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行了 聊工作吧 不不不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啊 你以为我不卖房子 是想赖在那儿 跟和平复婚啊 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朱晓想卖我那房 我就知道啊 这事咱家谁也办不成 也就你 妈 人家那边已经签好字了 就差冯雪这边一签字就完了 妈 我觉着啊 这冯雪呢 耳朵根子软 遇到事啊 尤其是大事的时候 她老拿不准主意 咱们家这边就得抓紧 您呢 让老二啊 把钱准备好了 只要冯雪拿到钱 签了字 这事就成了 嗯 我也这么想的 你这么大 你问冯雪 你看她什么时候有空 最好让她也在场 有些话咱得当面说 嗯 妈 有一个人不能在场 张珊珊 您想啊 她要在场的话 冯雪肯定村 她当然不能在场了 她是不是咱家人 她俩说着呢 咱们家的事她没资格参与 妈 还有一个事 咱们呀 得有一个会场啊 那不能在咱们家呀 您想啊 张珊珊住这儿 如果咱们在这儿的话 张珊珊不参加 这不可能啊 再说冯雪她也不愿意 上这儿来呀 要我说呀 咱们全家人租条船 在船上开会得了 多大个事啊 还租条船 你怎么不上南湖租条船呀 你当这儿见党呢 我这不想咱们家人 好像是没剧了吗 我在这儿家屋 都快长毛了我 妈 您看 她竟想那不着调的事 竟想那花钱的事 妈 要我看呀 咱们就 就在冯雪家 我想那张珊珊也不至于厚脸皮 跑到人家里去吧 你这么着 你征求征求人家冯雪的意见 她说怎么着咱就怎么着 你别啥事都咱们定了 你让人心里不舒服 对了 妈 您快来看看宝宝吧 一支流鼻血 怎么都止不住 来 我来 你们这没带过孩子都没经验 我来 来 冯雪 你现在在哪儿呢 在办公室呢 我妈想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想是咱们全家开个会 说下你的房子的事 开什么会啊 就照你大嫂的意思就行了呗 签一合同给钱 到时候我买了新房搬走 大嫂才搬进来 不就这么简单吗 有什么可开的呀 跟那妈说我不去啊 对了 你那东西什么时候能搬走啊 你最近总不在家啊 现在我也没你这边钥匙 我妈的钥匙不是也让你给收走了吗 那下午来搬吧 你现在不是在办公室呢吗 我一会儿就回去 你几点能到 那我 那我现在要不也走 要不我去接你啊 不用你接 那好 我下午回趟家有点事 选题会你替我开一下 就这些选题挑一个吧 行吗 你这就是赌气了 你不自己跟自己较劲吗 非得要她今天办的 这事都做这么久了 总得给办了吧 行 辛苦你了 我走了啊 你慢慢收拾吧 我待会儿还有事呢 我现在就已经收拾完了 那你走的时候 别忘了给我把门关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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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哥 就这么点东西啊 这日子怎么过的呀 我 我今天还有个大装机来着 像大泡桶呢 放开 行行行 走啊 走啊 不是 今天不拿以后拿不走啊 走走走 我东西已经放进去啊 谢谢 你最近上夜班 下班晚 拿车也不方便 我让别人送一个合适 抽着这些咬我号 买乱新车了 行驶本就在车里 合适随时我打电话 不是说搬家吗 你怎么一点都不收拾啊 我不想搬了 不搬了 为什么呀 你说搬去你找的那个房子 还不如先就住在这儿呢 等什么时候咱们买了新房 到时候再搬呗 你说这搬来搬去的 我这身子也不方便啊 你不是跟我说房东哪儿都要 结婚要用房子 他不不租了吗 我骗你的 我骗你的 你怎么那么容易上当呀 真好玩 亲爱的 你的大奔呢 那我那车借出去吧 行 那我走了啊 好 再见 慢点开啊 老公 老公 咱们家要住大房子了 咱 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呢刚才 咱们家要住大房子了 这破房子给冯雪住 冯雪那房子给咱们住 老二说了 给冯雪一笔钱 再给她买一套新的 咱们占了大便宜了 老公 要我说这事啊 咱就得感谢妈 妈这回啊 总算是把新呢 放到中间去了 咱们才占了大便宜 知不知道 好 媳妇啊 咱家这儿啊 要拆签了 拆呗 这破房子 你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刚得到的通知嘛 你看 而且我还听说呀 这一瓶你 给补十二万 哎 我的菜 哎呦 哎呦 哎哎 哎哎 老公老公 快快快给我说说 能该补多少钱 多少 补补多少 十 二 万 一块吃饭啊 嗯 嗯 老二啊 你这几天啊 你就把钱给风雪吧 你让他心里踏实踏实 另外也别夜长梦多了 你放心吧 我都准备好了 还有老三这儿 你说这一天也没个工作 晃来晃去的不是个事儿 你啊 你发动你那些朋友也好啊 哥们儿也好 帮他找个工作 我想要实在不行吧 就上你那公司去上班 你看行不行 哥 您看啊 最近张珊珊住这儿 我跟我媳妇两个人 没少要照顾她 这个您最近忙 好 张珊珊吧 现在行动也是越来越不方便了 妈的意思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 说不行啊 让我上咱们公司去 您忙的时候 我顶着 哥您别给我客气 打仗还亲兄弟呢 什么 那你觉得你能干点什么呢 我到您那儿 哥 我们家何妻对钱头有感觉 那个 您让她管钱就行了 对哥 管钱 你别笑了 管你这小事儿 妈我笑 笑 老三你看这样行吗 这工资呢 你说个数 是吧 我每月呢 都打你卡上 这班你就不用来上了 你的主要客户是妈 你的工作就是每天呢 跟妈聊聊天 逗得平 让妈开心 妈健康长寿就是你工作 妈 老二 你误会了我不是这意思 这钱哪不是事儿 我就想让你代代老三 我让他长长本事 这是妈交给你的任务 任务 那你想什么时候上班啊 当然越快越好了 妈妈 哥 我能不能上班之前先印个名票 就印个什么 总经理啊 总裁啊 总监什么的 只要有个总的就行 穿上去倍儿有面 那就总统了 这回我算是算准了 老大 我告诉你啊 就这房 不管怎么算啊 就像现在这样 说一平米十二万 怎么着咱们家也得七八百万 七八百万 哎呀而且咱们还能有资格去分那个 经济试用房呢 哎呀我现在终于相信那句话就是 好人有好报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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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你赶紧跟妈说啊 那个冯雪那房啊咱们不慌 您傻呀 那能跟妈说吗 跟妈说就等于是跟老三说 那老三两口子要是知道了 不得红眼呀 我告诉你啊 这事咱谁也不能说 保密 坚决保密 等这事啊 落了厅了 咱把钱拿到手了 再说 听见没 这事你听我的 好好好知道了 谁也不说 好 哎那个 当初老三给咱立内字句在哪呢 那不是你搁起来了吗 别弄丢了呀 你放哪儿了 好好想想 是我放的吗 肯定是你放的 那么重要的东西 你肯定自己亲自就收起来了 你没时间的 稍微 你不yd ah 你不顾不按摩 我了 我了 你不顾不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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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天永远的 人不算不如天寸的 苍天永远的 到底怎么了 你看看这儿 永无反悔 都给我削猫哼 我告诉你啊 这回咱们俩就等着 看老三他们两口子 那肠子毁青的样 小心点 雪 回来了 你这段时间怎么天天回来那么晚啊 我那节目改晚上了 太辛苦了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休息啊 还有 那个 和平说把钱给你准备好了 对 她跟我说了 说了 那你看 你和大嫂什么时候把合同签了呗 我现在白天都在家呢 你让她随时找我吧 好 那我让她明天过来 行行行 我回来了 好 早点休息啊 嗯 妈 你又回回碎碎碎你干嘛呢 你又听这个 冯雪 根本就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 那张珊珊 自己偷进魔狗 晚上冯雪真是破增树 还有你 跟着天有假醋吧 你看我就不信嘛 不是这种人 我添什么油掐什么醋了我 妈 妈 我一直觉得宝宝不太对劲 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哦 那去吧 我让你大嫂跟你一块去 她说今天过来 怎么还没过来 打个电话 哎 来了 小啊 正说着你呢 你看看 来 哎呀 你找杨玲 杨玲说宝病了 我给她买了几本育儿大犬过来 这育儿大犬都是没生过孩子的人写的 杨玲 哎 好你了 好 杨玲 你怎么来了 给你带了几本育儿大犬 谢谢啊 谢谢啊 没过来啊 没有啊 她跟你说要过来啊 杨玲 呀杨玲 妈 妈 怎么了 杨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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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等一下啊 杨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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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可能是和和平打架了 找不着和平了 在我那已经找了一圈了 别理她 千万别理她 和平 我找死你 快 别理她 别理她 和平呢 她是我老公 既然她是你老公 你怎么会不知道她在哪儿 我看见她车了 叫她楼下 我警告你啊 这是我家 你要再撒泼的话 我就打110了 杨玲 杨玲 赶紧先走吧 先走先走 回家说回家说 我给她看孩子去啊 你把条件给了红酒 他也给了红酒 你什么都给她 差不多了 闹多少回来才知道 陪她多守员工 我给你怀孩子 我还要给你生孩子 你说你妈不同意我们接婚 我跑到你们家 第三下四地讨好你妈 讨好你们全家 给你们全家当丫头使唤 到头来我闹着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有闹着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你当我傻啊 你臭标脸 你是不是想要有一天 跟我拨不下去了 冯雪还能收容你啊 享受完我的青春 再到冯雪那儿去 季总工退多守是吧 你想得够美啊你 我本来跟冯雪过得好好的 我就是因为你 我重判亲离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给冯雪个房子 给这个车怎么了 我让你把车要回来 不可能 不可能是吧 那你就别想要孩子 张智山你不闹了行吗 冯雪现在一个人特别可怜 每天上夜班 夜里下班了 在马路上打车 又打不着 一个人站在街上 她又是那种 不会照顾自己的人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说把车借给哥们了 冯雪是你哥们吗 我不是把你闹吗 我告诉你 你以后必须跟我说说 不许再骗我 你要是再骗我 我就让你后悔一辈子 雪儿 甭给那张晟晟止气 那张晟晟她什么素质啊 那就是个泼妇 她跟你没法比啊 你们俩一比 一天上一地下 不是 妈 咱们不说这个行吗 对了 大嫂不是说好了 今天过来吗 怎么还没来呀 对了 你可以打个电话问问 我估计 上回我们家去看 喂 喂 喂 你说吧 不是说好了今天过来吗 我下午三四点还得上班呢 晚上挺晚才回来 没事没事 那等你什么时候有空再说 那个我这儿有急事 我先挂了啊 她说她有急事改天再来 她有什么急事啊她 你大嫂这人吧 人不错 就有的时候她不知道哪头青哪头重 要是看不上她 我就看不上她这一点 你看 你看这孩子又哭了 我一天累的呀 这孩子不让人省心 我跟你说 我带了仨孩子 我没这么累 流鼻血发烧 就这样是操心 这没送医院啊 疯了 医生也没说出什么四五六了 我过去了啊 那你别太累着了 哎呀 我看看你这一次吧 妈 妈 老二啊 我是跟你商量了 你看给风雪补多少钱合适 妈 事儿您甭管了 我刚才打了一百万 您不操心老吧 一百万哪 不过也差不多啊 您一平米一万多到两万 也就这样吧 那行 那你把钱打了就行了 那我就催着跟你大嫂签合同 行 您也早点休息吧 妈 好 好 就这样 我热情 我让你再打了 什么事儿呢 你每个子都快然面吃到 Enough 我们这个功识了 你要批评了 愿意 我给你多吃一碗 不吃气 那门才没吃到的 你不吃了 小孩发低烧流鼻血 那得去医院呀 这你问我能行吗 你不是学了八年的医吗 我这八年学的 副科 这个小孩如果一旦他是长时间低烧 长时间的流鼻血 那你可赶紧送医院 得做全面检查 没跟你开玩笑啊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拿儿戏啊 你怎么看我手机啊 这毛病可真不好啊 冯雪给你发短信了 收拾你的一百万 是 我得把他那安顿好花 再跟你结婚吗 那你先得了清楚了 不是你是想那个 先结婚还是先买房啊 听你的呗 那你想怎么办啊 我想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我要分工光光地嫁给你啊 婚礼那就是个形式 你这这这这身子 身子 身子也不方便 我穿婚纱也看不出来啊 不是你这样行不行啊 要不你做个预算 你说这不理花多少钱 我直接把钱给 给你父母不行了吗 好不好 我们家就那么缺你那点钱啊 我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 嫁一回人 你连个婚礼都不给我办 你让我爸妈以后怎么做人啊 那还抬得起头吗 那有关系吗 抬起头了抬不起头了 当然有关系了 你不会是 就想偷偷摸摸跟我领个证 就算结婚了吧 把婚礼这事 这劳民伤财子没意思 为什么别人能办 我为什么就不能办啊 我让你丢人见不得人是吗 还是你 不想让别人知道 你又结婚了呀 我跟你说我真没那么多时间 你这些婚礼还办两回 你说这 这这这叫人命吗 这我这 真的 我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傻 我算是想明白 我们别心里 你根本就放不下风雪 你想多了 何萍其实是一个 很有责任感的人 他就算离婚 也得善始善终啊 不能说 在一块生活那么多年了 你离婚爱谁谁 那这样的男人你敢跟他吗 他也没有要骗你 只不过就是想把前妻安顿好 这样才能安安心心 踏踏实实地跟你结婚过日子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一想这个事 就觉得挺没意思 怎么了 你不是一直挺想嫁给和平的吗 可是我现在一想这个事 真的 我心里特别特别的绝望 是没必要 他对冯雪就是内疚 你要是心里不舒服 你就把他理解成 这是他应该负的责任 你不知道 他答应跟我结婚 也是因为我肚子里怀了他的孩子 我是他酿的苦酒 他得负责 就得自个儿咽下去 他忍着我 让着我 也是因为我肚子里怀了他的骨肉 他对冯雪才是真的情谣 看你又想多了不是 以前我觉得 嫁给和平 我就能成为冯雪 可是现在看来 根本就没有可能 我根本就花不着他的钱 他连婚礼都不肯跟我办 到我这儿了就婚前财产 你说我一个女人 嫁给他为什么 我不就是为了过几天好日子吗 可是他这么对我 我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 我连孩子都不想要了 你别胡说啊 就算和平做什么事让你不满意了 你也不能惩罚自己 我怎么会惩罚自己呢 我一向是恩怨分明 我一向是恩怨分明 哥 您跟冯雪已经离婚了 已经离婚了 不是 又是买房又是买车又是一百万呢 你哪儿就要离婚啊你这 你这手抓詹杉杉 这手扯着冯雪 你扯不清楚 詹杉杉不是战长 你要这么把他惹急了 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你跟他说清楚了 你跟他说清楚了 你跟他说得清楚吗 你怎么跟他说的呀 我跟冯雪这么多年 本来说好要过一辈子的 结果哽着扔半袋上了 就是签了合同 违约了 也得付出违约金吧 什么车呀 房啊 那都是人心该得的 哥 您对你前妻有感情 有责任 张安珊呢 我对她负责任 我不管当初 是因件之差也好 还是一时冲动也好 我买单了 我答应跟她结婚了 不管她提的什么条件 但凡事靠点谱了 我全答应了 那你能怎么办哥 你要不给的 她不得给你闹 躲呗 最近又提出来了 要做市场总监 不是 她是要管着我呀 她哪是要管着你呀 她是要管着我 她是要当武则天她呀 老许儿啊 你 这一连好几天了 你天天回来那么晚 我都不好意思问你 我想问啊 你和你大嫂那合同签了没有啊 老二说她把那插架都打给你了 那个 大嫂她一直都没时间 我给她打过几次电话 她没空 赖她 那这么大 回头我催催她 我还以为你改主意了呢 没改啊 来 我给你倒垃圾 不不不 我自己来吧 我自己来 您歇着吧 好 好 我介绍一下吧 这是黄总 这是我老公何平 哦 您好 何总 何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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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会 您好 您好 这是她弟弟何琪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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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公司这财务总监 好好好 来 来 大家请坐 来来来 坐坐坐 边吃面聊 来 我听我二嫂说 说 您跟那儿老乡 对 整个家乡里边 那半边产业都是您呢 没有没有 兄弟 您过奖了 我们家乡的小城市啊 也就相当于 你们的一个郊区 没有什么好的设计师 我呢 还是想请你们这些 大城市的设计装饰公司来做 这有的时候啊 差之毫里 失之千里 您说是吧 是 对 好 反正希望我们这次合作能成功 好好好 来来来 来 合作愉快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兄弟 来来 来了 我怎么听 你们家孩子一直这样哭啊 是啊 怎么哄都哄不好 老太太呢 老太太出去了 和气谈事去了 就我一个人在家 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啊 要不上医院吧 老三哪 爸 你在哪儿呢 喂 妈 我现在在工地上呢 我又不给说了好几页的项目呢 我不给说 不给说了 妈 好 一个 我给打一个 这个大楼 我准备用六星级的标准来重修 你们公司的资质 问题吧 王总 我们公司资质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大项目结论多了 这不是事儿 我再少说一句 黄总 我老公他们做事儿 你放心 好 那玉图咱们合作顺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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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过了 咱们拆迁 这钱呀 要快的话 应该年底就到什么时候了 我觉得 不是啊 你不要那个回建房 才就有钱 对 咱不回建 有钱了在哪儿买房就行 对不对 那个 那个 等咱们装修的时候 家里也安逸这个 你在家就能泡澡了 多好 是 哎呀 好是挺好的 你买吧 能买那几分块钱 老大啊 你今天能过来一趟吗 那行 那那个下了班啊 我跟小姐回来 好吧 别别别 你自己过来 啊 别让你媳妇过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 啊啊 那那也行 那行 那那我一会儿就过来 来 慢点啊 妈 大孩子干什么去了呀 干什么去了 那个上医院了呗 妈 宝宝刚睡着 我给她抱床上去 去吧 那怎么的 大夫说什么毛病啊 不 那个去了医院做了一大堆的检查 结果下个礼拜才出呢 开药没有 不是 下个礼拜才出结果 才能确诊 到时候才能开药呢 骗钱哪 啥毛病没看出来 做一大堆检查 这不就收咱钱吗